《行神消滅》 《行神消滅》 這個《行神》 行就是身體 神就是神事 有情的心事靈妙不可思議 故曰神事 一般民間的說法叫靈魂 以前我們在講座裡面也常常提到神事跟靈魂 可是我們並沒有詳細的解析 神事跟靈魂到底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佛家不講靈魂 為什麼一般民間講靈魂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神事跟靈魂 佛教講神事 佛教不講靈魂 但是佛教裡面有一個名詞叫中陰 我們一般講叫中陰身 就是人要捨暴以後 離開現在這個 這個色身這個肉體 神事處理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會住戀八小時或是二十四小時 神事離開以後 大善跟大惡的他不經過中陰身 大善的 進度成就的直接到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接種 大惡的直接到地域去了 所以大善跟大惡他是不經過中陰身的 只有一般不善不惡的 善惡夾雜的會經過中陰身 那麼在還沒有投胎以前 這下一生還沒有投胎以前 那個時候短暫的有一個意識身 有個意識身 這個是佛教雖然不講靈魂 但是佛教有講一個叫做中陰身 我們知道密教裡面有一本書叫中陰身救度法 這本書我也看過 是密教裡面關於臨終觀法的一本書 叫中陰身救度法 也有很多人有在寫起這本中陰身救度法 所以靈魂是一般民間或是事實宗教的通俗說法 代表死後的精神狀態 所以神視和心視作用 這樣的眾生我們稱他叫有情眾生或者叫寒視 再來呢 佛教他講八視講九視 八視是什麼呢 八視就是眼視耳視鼻視 就是蛇視 蛇視 聲視 異視 這樣叫六視 第六視叫異視 第七視叫莫納視 第八視叫阿拉野視 那第九視 那第九視呢 那第九視呢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M螺視 那第九視呢 所以 佛家講 神視呢 或者講心意識 或者講心意識 一般講說 像禪宗裡面講說 離開心意識 餐 那個心意識是什麼呢 那個心意識 心意識 那個心是指第八視 第七視 那四呢 是指前六視 所以在金剛三面經裡面呢 也有這些經文 比如說 如比心地 八視海城 九視流盡 轟不能動 出坡 讓不起 入任且經裡面 八九種 種視 如水中出坡 大聖密言經裡面講 心有八種 後腹九種 在大佛鼎索嫩言經裡面講 如果味中 菩提 內盤 真如 佛信 恩摩羅斯 空如來仗 大眼鏡智 是七種名 稱謂雖別 親近遠滿 體性堅尼 如金剛王 常住不壞 這個是指 講到神視 在佛經上有講八視 講九視 這個在經典上的印證 是有這些名詞的 所以 莫那是第七視的執著 還有第八視阿賴也是 在幾多佛經裡面 關於生死輪迴 在大聖顯示經 那先比丘經裡面 也有詳細的探討 有情眾師 生死輪迴中的神視 流轉構成 所以 為什麼我們這個地方 要來學習這個神視 跟 所謂的靈魂 其實每一個人都要去認識他 他就是輪迴的原因 他就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 你去相應三三道也好 或是相應三二道也好 所謂的氣候來先做主公 氣候就是離開這個肉體 最後離開就是這個視 就是這個神視 來先做主公是什麼 就是還沒有來投胎以前 他知道父母已經要交和了 就在旁邊等了 我們 我們以前講那個英國故事 那台中那個張亞文小妹妹 像現在天氣這麼漏 被關在那個幼兒車裡面 那幼兒車的司機伯伯沒有注意說 裡面還有一個人 就把門關起來 他在裡面叫了沒有人知道 結果在裡面活活的悶死 他母親陳美玉老師非常傷心 結果對著他相片說 哎呀 亞文啊 你要不要再來當我女兒 媽媽很想念你 因為他是四管嬰兒 培育出來的 四管嬰兒是 是非常困難才培育成功的 那這個小女生 大概他是善都以惡 所以他也沒有到惡道去報道 所以他始終在他媽媽母親旁邊 所以他母親跟他祈禱的時候 他當天晚上就給他母親入夢 他就跟他母親說 媽媽你在準備 我還要下去 他母親又去跟地藏菩薩 祈禱啊 祈禱啊 祈禱如果再懷孕啊 再把他生回來 很多女生都這樣啊 很多女生都 小孩子離開 他捨不得 他說媽媽再給你生回來 很多都有這種想法 那還要看姻緣 看他們是哪一種恩 是報恩報恩 還是討債還債的 對不對 報恩的當然會再來 這個張雅雯的小妹妹 聽到她媽媽祈禱她就跟她託夢說我還要在哪 她母親就趕快去行善積德 讀誦經典回向 後來經過兩年的努力 培育的寺館 就準備把她植入胚胎的時候的前一天晚上 她又來託夢了 她說媽媽你準備好了沒有我準備下去囉 你看你看不到 但是你感受得到 她是在不同維持空間裡面 是證明這個地方是武器雜跡地 你不要以為只有人法界 你在講天神都知道 那鬼道也知道 那言樂旺也知道 那極樂世界也知道 我們不是講說人間竊竊之語 天文肉蕾 那麼暗事虧心 神目如電 我們在講改靈篇有提到這樣 所以這個 一鍊動三千了 真的是真實 有這回事 絕對 因為眾生有堅固的我質 相信科學 相信物質 所以 證明這個神是根本存在的 靈性不滅 還沒有成佛以前 靈魂也不滅 所以報恩報恩討債還債 現在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人不是只有一事 老和尚說 人如果只有一事 那就很好辦 那何必修行呢 人不是只有一事 人不是一死就了 這人一死就沒完沒了 所以人生很可貴 一失人生就沒有機會休息 要再重來的時候 以前我們老師跟我們講過 所以你現在欣喜活法 如果你有欣喜到玻璃 比如說你現在 雖然你還沒有開悟 你可能也沒有辦法 還不一定往生極的世界 但是你已經有欣喜玻璃了 比如說你這一次 你欣喜的程度 大概是我們用簡單的比例說 你欣喜20分 你已經到20分的基礎了 那麼你下次再來 你從21分開始休息 你現在欣喜那個金剛玻璃 所以老實講 我們的種性裡面有菩薩種性 有外道種性 有不定種性 他說你一定要欣喜菩薩種性 他說千萬不要去欣喜那個外道種性 跟那個不定種性 怎麼叫不定種性呢 一會兒寫基督教 一會兒寫回教 一會兒寫道教 就像金地藏菩薩說的一樣 金巧解菩薩說的 他在當新樓太子的時候 他在讀那個魯士道三經的時候 魯家道家佛家的時候 他說佛家最究竟 所以老實說如果你是修不定種性 他說你下次去脫胎的時候 你剛好到一個外道的家庭 他說你的欣喜從小 年輕欣喜就是在繼續做外道欣喜 他說那麻煩了 你要脫離就很困難了 老實說如果你欣喜的是金剛菩薩種子 你現在是外道家庭 你馬上彈出去一接觸三寶 你馬上就是 皈依佛法生三寶 我過去應該是有修習菩薩種性的 我是出生在一個道教的家庭 我爸爸太沒教我佛法 可是我現在是研究這些 三藏首部經典 我過一三寶 藝佛的教委在寫習講經說法 那欣喜的就是這種菩薩種性 這在你的阿賴耶識裡面 你的神識裡面要種下這樣的種子 所以我們要了解 阿賴耶識掌控生死輪迴 所以佛教相信 在有情眾生在烈士生死輪迴過程中 存在某個不生不昧的士 那個不昧不昧的士就是淹佛羅斯 就空獨在戰 第八世的阿賴耶識 他是掌握了那個輪迴 我們剛才有講說 那個中陰生他是短暫的 也就是說前六世會因為生死輪迴而生魅 所以佛教常說真主佛性是不生不昧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真主佛性被無名雜染所覆蓋 所以稱為阿賴耶 而有不清淨的第八阿賴耶識掌控生死輪迴的一切 隨著心中的汙染幻化一切 佛德教肌精衛的創辦人建宏文老師 我非常敬佩他 雖然他是修禪宗的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都是皈依佛陀的教會 八宗都是佛陀所說的 我們也要生戰生佛才會心 所以我對老師非常的恭敬 老師說三世為心萬法為四 簡單的說 就是說你沒有破根本無名 你沒有破成燒 你沒有破見世後 但是你現在心很親近 如果你還有五一六成的欲望 可是你沒有禪定功夫 你的心也沒有像色界天跟無色界天那麼親近 那麼你的佛性真主就變現成 異界六天的果報給你 你就到那個地方去當異界天的天人 你如果修五界十善 上品的五界十善 或者是你有修慈悲洗手 你就到異界六天去當天人 那如果說你見世後也沒有破 成殺後也沒有破 根本也沒有破 你染的嘆症之非常的重 你的尊主佛性跟你變現成三惡道的法罪 你靈命中的時候 終生就去那個地方報道了 那一出來就改頭換面了 就是無量書裡面講的 轉世受生改行義道啊 根本來不及救了 那這怎麼辦呢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這轉世成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慈應燦主 淨圖裡面講說 靈命中時一知十字 身無病苦 心不貪戀 意不顛倒 乳露禪定 他後面講一個乳露禪定 對不對 一知十字是功夫 歷來主書都事件給我們看 柳子大師啦 海賢老和尚啦 印光大師啦 蓮池大師啦 藕役大師啦 藕役大師啦 永明元壽大師啦 我在講課裡面講太多大師了 通通一知十字 十個九個念佛成就的 禪宗也有 不是禪宗沒有啊 景德傳登錄裡面 你看那些禪宗的 也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 有修有正的 只是說黃念祖寗就是說 現在這個年代 禪宗的修成就也不多啦 因為現在莫法是 淨土成就嘛 你跟鍋肉醬也是一知十字 一知十字 身無病苦喔 心不貪戀喔 亦不顛倒 最後乳露禪定了 佛起聖宗來迎接我 所以啊 一般所謂的靈魂 比較像佛教講的中陰生 所以中陰生跟鬼是兩回事 佛教講的六道輪軌是一種複雜的因果過程 所以生死過程中的變化很大 也不盡相同 至於鬼道 鬼魂跟靈魂 這些都是一般世俗的模糊說法 一般世俗可能沒有清楚的界限 佛教所不同 佛教認為鬼是一種三個道的眾生 和死過的中陰生是兩回事的 靈魂的用法是在一般民間 靈魂一辭 後期沒有佛教探討的深入 但是也不算蹊腳 只是比較模糊不透錯而已 以上咧 我就簡單稍微解釋一下 靈魂跟神士的不同 重要性是我們必須要 了解這個阿賴也是的重要性 他掌控你的生死輪迴 所以你就必須要修到你的阿賴也是裡面 念佛的種子都與你的貪生吃的種子 或者是說你念佛的能力跟功夫 把你的貪生吃扶住了 你至少要這樣 那就看你平常的對應 你做人處事的對應 如果你很容易生氣 你很容易擠翻腦 往生很困難 你平常如果說碰到不順的 或是逆境或是人家毀謗 你馬上就轉念了 馬上就轉念以後 這個就是什麼 雖然你不只做到轉世成智 但是你把這個境轉掉 若能轉境做同如來 你心就親近了 你轉成阿彌陀佛 所以李秉楠老師說 看你的阿賴也是裡面是哪個種子強 李秉楠老師說 李秉楠老師說 神是處理 牆子仙仙 就好像一棵樹一樣 平常都往西邊倒 但李秉楠老師說 怎麼會往西邊倒呢 不可能阿 他一定往西邊倒的阿 你如果都是往西方 你都是念念求生西方 他一定往西方倒阿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把神事跟灵魂稍微再深入探讨一下